现在有很多人三不五学就会挂在脸书上 不管做什么都要打卡 社群网站的出现不过是这十年的事情 却扭转了既有的互动模式 今天晚间十点公式主题之夜将播出纪录片赞世代 来探讨青少年跟社群媒体之间的关系 在脸书上打卡分享讯息或发表一篇文章 别人给你按赞赞越多感觉越好 而当你给产品品牌名人或机构组织按赞的时候 其实也在传递自我认同的一部分 只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当你给品牌业按赞时 这些品牌就已经取得这位潜在客户的资料 以及他所有朋友的资料 这些按赞数的社交货币都会变成真正资本 过去商业机制很难接触到的消费者 现在透过各种社群网站都直接被业者锁定 13岁的史蒂芬喜欢玩滑板 两年前他开始把自己的影片放上youtube 现在有超过20万人追踪他的影片 也为经济不富裕的他带来小小财富 从衣服鞋子到滑板 他从头到脚都是赞助商赞助的 也成为厂商的活广告 有时影片旁边广告制住 还能让他赚到一笔钱 这部纪录片赞世代由美国公事拍摄制作 深入探讨青少年和社群媒体之间的关系 也揭露在看似自动自发的青少年活动背后 所隐含的商业机制操作 记者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